你敢信吗 这个满脸皱纹的女孩 其实只有16岁 尽管她努力打扮 但还是会被当成老太太 由于特殊的长相 她在学校里经常受到欺凌 甚至新老师 都会把她当成助教 奶奶 猴子 怪物 这些全是一个青春期女孩的外号 她叫扎拉 是一种罕见遗传病患者 因为不愉快的小园经历 扎拉一直活在 自卑和害怕生人的恐惧中 别人化妆是锦上添花 她化妆就是努力让自己看起来 年轻的老女人 活到这么大 扎拉从未体验过 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 扎拉的母亲特雷西 也是这种遗传病的患者 尽管她今年才43岁 但总被当成80岁的老太太 在特雷西小时候 医生诊断她的病是由于 脂肪营养不良引起的 因为70年代没有任何治疗条件 所以后来生孩子时 医生也没有告知她 孩子有遗传这种疾病的风险 特雷西一共有7个孩子 其中4个是女孩 扎拉和23岁的大姐 都是遗传患者 其实扎拉刚出生时 还是个正常孩子 但后来她的皮肤就越发松弛 变得和母亲一样 但皮肤松弛只是外在表现 这种病还可能引发 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扎拉有心杂音 大姐更是患有肺气肿 还有过两次小型中风 这些病在她的年龄看来 非常可怕 但对于那些还没发生的情况 扎拉并不愿意过多关注 她最想改变的还是自己的容貌 首先是坏掉的牙齿 为了更加好看自信 扎拉却做了牙齿矫正 这让她看起来精神多了 也终于变得爱笑起来 牙齿手术的成功 激发了扎拉对整容手术的兴趣 这是她从12岁起就想做的事 扎拉和姐姐愉快地翻看着整容模板 她非常期待自己变美的样子 但母亲对此却非常谨慎 因为她小时候也做过面部拉皮 直到现在还留有疤痕 这让她的容貌看起来更糟了 相比外表的不同 特雷西更注重孩子们的身体影响 但出于害怕和恐惧 她从未带孩子们去医院做过检查 扎拉到目前为止 也只知道她的皮肤下没有脂肪组织 其他一无所知 通过上网搜索 扎拉才发现 脂肪营养不良 是由于脂肪细胞基因突变引起的 而这些病人所面临的健康风险 和肥胖人群非常相似 她也联系到了一家 专门研究此病的医学中心 和医生通了视频电话 医生也邀请他们来这边做详细检查 但就在临走前 扎拉突然想要逃避 她很怕检查出一身疾病 更怕自己活不了多久 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有早发现才能早治疗 扎拉终于下定了决心 这趟旅程扎拉会和母亲二姐一同前往 二姐将作为没受基因影响的对照组 一同检查 与此同时 扎拉还预约了当地的整形医生 她想变美的强法并没有改变 夏恶博士研究脂肪营养不良已有25年 在检查一家三口的状态时 她发现 特利西和扎拉的皮肤都没有弹性 向上捏起一块皮后 回弹得很慢 正常的姐姐就不会这样 这并不是脂肪营养不良的常见症状 特利西又年的检查结果很可能不准确 她给三人检测了糖尿病 皮下脂肪含量 以及全面的核四共振扫描 在等待结果期间 扎拉来到整形医院 给一个16岁女孩做拉皮手术 这是医生从业几十年也没遇到过的 拉皮 提眉 龙鼻 这是医生诊断后的完整方案 她打算给扎拉免费做手术 只要她帮忙拍摄前后对比照 扎拉愉快地同意了 手术定在一周后进行 在此之前 她们还要去医院拿检查报告 根据核四共振结果显示 母女俩体内的脂肪非常多 她们根本不是脂肪营养不良 这种病例还是未被研究的基因状况 也被称为皮肤松弛症 是一种更为罕见的遗传疾病 它不仅影响皮肤 更会损害心肺 好在母女俩目前还没有身体异常 但这种病暂无治疗方法 扎拉的整形手术即将进行 母亲显得非常担心 看着即将换脸的女儿 她既焦虑又迷茫 但她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 四个小时的手术格外漫长 很快拆肤料的时间就到了 手术是否成功就看现在 显然扎拉的样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她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然而这样在我们看来 正常的外表 她却需要通过痛苦的手术去实现 毫无疑问 现在的扎拉想要交朋友 一定会简单很多 但手术真的就能改变一切吗 四年过去 节目组再次回访扎拉 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 扎拉变得非常自信 她开始谈恋爱 后来还怀孕了 但不幸的是 她经历了流产 这段恋情也在三年后无疾而终 除此之外 扎拉还和家人闹矛盾 再也没和他们讲过话 现在的她孤独颓废 皮肤松弛症 也在慢慢影响着拉皮效果 她再次回到自卑的状态 健康现在对她而言都不再重要了 尽管她很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她终究和正常人不一样 扎拉的肺部越来越不好 心脏问题也从来不敢检查 但在朋友的鼓励下 她还是再次踏进了医院 因为皮肤松弛症 有很大几率会引发心脏半膜肿大 所以她非常紧张 但好在检查结果令人松了一口气 扎拉的心脏目前很健康 但为了以后着想 她最好戒烟 这对她来说已是最好的结局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女孩 衣衣身上 这个十岁的女孩 看起来比母亲还要成熟 她成绩优异 喜欢写字画画 但却敏感自卑 没人知道 这些患病的孩子承受了多少 扎拉没有埋怨上天的不公 现在她想去鼓励这些 和她有着同样情况的人 患病不是件丢人的事 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 尽管这种病非常稀有 但她想让更多人了解 更多人接纳 因为每个人来到世间 都有存在的意义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